我们现在看到 刚刚航天员已经向我们 北京飞控指挥中心报告 座椅调整感觉良好 那也就意味着距离落地的时间 越来越近所有的程序 都按照既定计划在进行当中 那目前来看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感觉这个好像风是不是有一点大 这个飞船有一点左右摇晃的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对于航天员会不会身体 包括各方面有一些影响孙教授 在降落过程中 风对飞船的姿态有影响 如果偏移的话 风速太大的话 使飞船的姿态发生了一些偏移 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由于本来它可以是胸背向的 但是由于飞船的姿势发生偏移 所以使它的力的方向可能变成偷喷向 从而造成了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来自于 现场搜救指挥直升机上拍摄到的画面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主伞的颜色 是红白相间的一个颜色 已经牢牢锁定了我们神舟10号返回舱的位置 相信待会也将给大家带来现场最精彩的一个画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